为了能拍完新三国 剧组演员都主动舍弃了多少片酬 刘备与和伟跟导演说 自己是打包架 最后一次性负清就行 陈建斌呢 更是把片酬改到了超低价 新三国的剧本呢 是著名编剧朱苏进 花了三年才写出来的大作 导演高兮兮在看完剧本后 心潮澎湃 立马就有了拍三国的念头 那既然要拍 那就必须要直面一个问题 那就是94版三国演义 因为选用的演员 全部都是一等一的老戏骨 所以老板三国 可以说是四大名著的风神作品 要想比得过新三国的险角啊 一定不能有一点马虎 导演高兮兮最先认定的演员 就是陈建斌 他认为 新三国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曹操 而最适合饰演曹操的演员 就是霸气侧露的兵哥 搞定陈建斌之后呢 这部戏就算是正式开拍了 最开始商定新三国预算的时候 定价是9500万 剧组第一期到手的资金是4000万 但导演在实际拍摄的时候才发现 拍新三国呀是真的烧钱 光布景范围就建了2.1公里 电视剧呢还没拍几天 4000万很快就见底了 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 剧组穷得呀连盒饭都拿不出来了 导演高兮兮为了度过剧组的真空气 拿出自己仅有的60万填了进去 但这钱对于拍新三国来说 只能算是挣扎 后来好在安徽台入股为剧组成功注入了6500万 这部剧才算是活了过来 剧组的困难就传到了演员的耳中 为了能让电视剧拍下去 剧组的主演们纷纷表示自己可以少拿片酬 比方说男一号陈建斌 他的戏份可以说是最多 但即便是这样 他依然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价 从原来的每集十几万的片酬 一口气降到了每集五万 除了陈建斌 饰演诸葛亮的路易也是非常的给力 自己能拿到诸葛亮的剧本呢 已经是在做梦了 可是不能让梦被打断了呀 于是主动找到导演 表示自己的片酬可以降到三万每集 要数最厉害的还是下边这位 于和伟饰演的刘备也算是主演之一了 戏份呢那也是很多 他演的刘备呀 让人记忆深刻 流连忘返 在知道剧组有资金困难的时候 二话不说 就来到了导演的跟前 直接爆出了自己的打包价 给我一百万 这部电视剧我就跟到底了 这么一算下来的话 平均每集还不到两万 正是这些老演员的自降身价 再加上安徽台的鼎翼相助 才让这部剧充满了活力 说到新三国中其他选角的时候 都遇到了各种问题 比如貂蝉的选角 林心如想演貂蝉 最终却意外顶了孙丽的角色 新三国的选角究竟有多乱 作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 想演他的演员自然有很多 在新三国选角的时候 貂蝉这个角色的选角 就这么一件趣事 林心如知道高熙熙导演 正在筹拍新三国的时候 便很快就盯上了貂蝉这个角色 可导演看到林心如的时候 却说了一句 你不够漂亮 演貂蝉不行 当时的林心如呀 那可是身居一线的花旦女星啊 要知道当时她只有32岁 正是一个女人 风韵有存的年纪 不管是颜值和身材 都正是人生巅峰的状态 这个时候 听到不够漂亮的评价 那打击得多大呀 但林心如并没有就此甘心 既然貂蝉演不成 那大乔小乔总行吧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高熙熙 说林心如年纪太大了 不够漂亮 自己想选用新人 如果林心如想演的话 可以考虑演孙上香 当时呀孙上香原定好的演员 正是郑红的孙丽 林心如来的之后呢 就接替了孙丽的位置 而貂蝉的选角 高熙熙信中最佳的人选 是当时的万人迷 陈豪 可等到在上映之后 人们还是吐槽 陈豪年纪太大了 不如老板三国中的陈豪大气 那么林心如和陈豪 你觉得谁更适合貂蝉角色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除此之外 新三国的赵云一角呢 本来定的是杀艺 兴奋的他每天抱着三国演艺苦毒 还锻炼身体 学骑马 可就在拍摄前呢 沙翼却突然收到消息 赵云角色不用自己演了 聂远接替了赵云的位置 对于这件事 高熙熙也做出了解释 沙翼的形象偏文 而赵云的需求是偏舞的那种硬气 正好聂远就有这种感觉 最终沙翼换成了孙策的剧本 刚好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江东小霸王 这个角色也同样让沙翼爱不释手 其实呀 看过新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这部剧选用的角色 都是演技过硬的老演员 甚至还有像尼大洪这样的老戏骨 但是在这部剧播出后呢 反响却异常炸裂 总投资1.6亿的名著大剧 都说拍摄新三国是大手笔 那他播出后赚了多少钱呢 2008年 新三国的导演高熙熙 就拿到了高达9500万的投资 但拍摄还没多久 第一期到手的4000万资金就花光了 于是高熙熙自讨要包60万 顶了几天 再加上后来安息台注入的6500万 新三国的总投资 合计达到了1.6个亿 如此巨大的投入 别管是谁 都会十分在意这部剧的回报 剧组的每个人都为此捏了一把冷汗 唯有高熙熙 镇定自若地等着首播的结果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选角和指导能力 果然在2010年5月播出的时候 多个电视台纷纷送来了 首播成功的消息 并且一举创下了四大电视台 同档收视率第一的记录 新三国在首播后 前期的投入很快就赚回了本 根据各方面资料的汇总 光是首播的总收入 就达到了惊人的3.4个亿 这就已经是拍摄成本的两倍多了 不仅如此 再加上后来复播的收入 中间广告的收入 高熙熙赚的呀 那叫一个盆满钵满 等分析其中的原因的时候 我认为有十分重要的四点原因 第一 那就是新三国的场面宏大 不管是老版三国还是新版三国 都十分注重宏大的场景 但新三国不仅场面宏大 他的拍摄手法也更加精彩 不管是清晰度 还是航拍的手段 还是特效的成分 都更加真实戴感 第二 新三国中演员之间的表演 不次于老版三国 俗话说 演员是影视作品的血液 好的演员就可以让作品活起来 高熙熙导演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在选角方面 一点都不含糊 第三点 就是新三国的投入丝毫不拘谨 高熙熙这个人 是个实打实的完美主义 如果场景和道具不到位的话 自己拍也会拍不下去的 光看耗词1.6个亿 就能看得出来 2008年的1.6亿 已经算是天价了吧 第四点 就是选题了 三国本身就是一个大IP 不管是多大年纪的人 都会对三国感兴趣 但好的选题 往往都是不好拍的 高熙熙就做到了 她做到了前三点 再加上剧本精彩 那这部剧呢 就不会很差 正是高熙熙导演 独辣的选角眼光 才让新三国成为了经典佳作 对此 你怎么看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 关注我了解更多大巨龙知识